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便满足你 糖水自由 老板 全是三块钱吗 那你每一种给我一份 对 一共多少钱 三十是吧 这店你们自己的吗 这还是得交出信 租的 然后你们一天还一天能卖多少份 大几百元还总有吧 几百元 他们家这个黑芝麻 号称就他们家的招牌 你像我一个平时不爱喝芝麻糊的人 我也觉得他们家的状态还是不错 芋头这份我觉得就没有到我理想中的那种 滤足的状态 很真杀实在的滤动 这一份是木瓜学厄 料给的特别特别足 这个木瓜跟不要紧一样 桂林糕的话很多地方喜欢加一些蜂蜜 但是相对来说 加炼奶的桂林糕是我比较喜欢的 他们家的桂林糕我觉得超级好吃 桂林糕这一份三块酒 我就觉得超级 这一网是什么东西 老板我这个热的红的这个是什么东西 黑糯米 然后里面加的是红枣是吧 他们家我就最明显的一点 真材实料这个是必须的 另外一个点就是它的甜分控制的刚刚好 就吃糖碎的话很怕吃到特别甜的东西 这豆是什么豆 这个是花生加了一些看一下 老板这份是花生加什么东西 梅豆是吧 梅豆是不是家里品质比较少用的 反正我很少吃到梅豆这种东西 冰冰冷凉 它这一个就是很扎实的 走 这里的环境就是很路边的那种 住在这边的话我觉得会很推荐来这一家市 超级推荐的是那个桂林糕 黑芝麻 绿豆水 优点是他们这里价格真的超级 然后用料很橘也很扎实 而强调的一点是它的甜度真的是控制到刚刚好 好了这期视频到这里结束 拜拜